基本上怕了 慎阳虚惹的祸 那接下来姜家三兄弟里边 该最后大boss也登场了 这个刨姜是什么特殊的品种吗 互动群里就有朋友叫火影他提出了问题 说这个刨姜是晒干的干姜吗 你好像也觉得不能吧 晒还能把这个颜色给晒这么深吗 刨姜对吧 有火加一个包是把炮制出来的 是我们加工的干姜 抛姜一般都用一些沙粒或者一些盐 进行炒 炒完之后把这个姜的表皮烫得鼓鼓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会看到 如果把抛姜掰开 这个表皮是很颜色很深的 掰开了之后里边 干姜里边是白色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姜的颜色 抛姜里边是一种深黄色的表现 生姜发散 主管的是卫阳虚 这个干姜是收敛 主管的是匹阳虚 那这个袍姜它是不是就是入肾的呢 藤次在逐渐递增 我们中药的抛制也是逐渐递增 生姜走表 干姜手中 对吧 袍姜就入到肾 它能温肾阳 中级版的怕冷就一味袍姜就可以了吗 单独的一味袍姜不够 我们还得需要再加上一味药 看看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黑乎乎的是吧 是负子啊 对 确实是 我们正确的叫法 把它叫做抛腹片或抛腹子 这个腹子应该就已经是大热制品了吧 那抛腹子这岂不就是热上加热吗 抛制了之后 降低它的毒性能起到一种温肾作用 主要是温补肾阳 温肾散寒 那又是抛姜 又是抛腹子 这是二抛组合 是吧 用多少 一样呢 各时科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肩主需要特殊说明一下 父子需要酒肩 我们在肩服 父子的时候 一般是先肩 本身父子和抛姜就两个药 那我们放在一起 肩也没问题的 但是一定要酒肩 酒肩多长时间呢 建议一个小时以上 不用啊 不宜超过半个月 半个月之内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真是您肾阳部族有问题的 建议您还需要找专业的医生来更新判断 关注健康医生庆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上面有更多跟您健康息息相关的信息 如果您的健康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 可以后台给我们留言 我们将联合医生朋友为您解答 好了 节目最后要感谢 好中医